特斯拉创始人 推特老板埃隆·马斯克的母亲 梅也·马斯克 May Musk 最近在社交网络 频频晒出 他3月下旬到4月初的中国行 感叹 我在中国过得很愉快 每个人都很友善 3月18日 梅也·马斯克 在推特发文说 再见了 我去中国两周 签书和观光 你认为兴奋吗 他晒出一张照片 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他的新书 人生有我的牵手活动 并游览各地 3月21日 梅也·马斯克 在推特说 在广州度过美好一天 在分享新书前 他游玩了多个景点 照片显示 其游览了沙面岛 乘船夜游珠江 欣赏两岸夜景 还登上广州天河 CBD大厦103层 遥望被称为 小蛮腰的广州塔 3月22日 他发推文说 厦门 在我的演讲之前 进行我的旅游活动 欣赏美丽的南普陀寺 同时 发布了自己游览厦门 南普陀寺的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更新自己在当地宣传自传的活动照 3月23日 梅爷在厦门签书 3月24日 梅爷马斯克发推文 参观美丽的成都特斯拉门店 并在特斯拉门店内外流影 他在成都游览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等知名景点 拍照留念 观看穿剧变脸表演等 在其Instagram主页下 众多网民留言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还提醒他别忘了去看大熊猫 3月27日 他发推文说 去中国前 我在很多网站上搜索了合适的衣服 他们说没有白色 没有奶油色 没有黑色 没有牛子布 然后我到了 发现一切都有 你觉得这套来自中国设计师 厄尔多斯的奶油西装怎么样 他晒出自己身穿中国品牌 厄尔多斯西装的照片 他的身后出现了苏州地标东方之门 同日又发推 苏州花园城市 美丽的花朵盛开 500年历史的古宅 盆景树花园 在中国玩得很开心 谢谢晒出四张照片 同日还转推了视频 人生有我 梅野马斯克中国行2023 三月二十九 梅野马斯克在instagram晒出打卡胡州影视城的视频日记 四月一日 梅野马斯克发推文 再见上海 再见中国 谢谢你 我度过了美妙的两周 他晒出两张穿黑色中国风套装的照片 背景是上海外滩东方明珠 同日梅野马斯克给他儿子埃隆马斯克发推文说 上海的特斯车拉多还是洛杉矶多 在红绿灯处看到3XY 上海 中国 4月3日 他发推文感叹 谢谢 最精彩的中国之旅 在五个城市进行演讲和签收之旅 谢谢捕捉这些激动人心的时刻 在五个城市进行演讲和签计 4月4日梅野发推 感谢上海特斯拉带我和团队参观了超级工厂 我们对一切都感到兴奋和印象深刻 恭喜同日第二次发推 谢谢 在参观特斯拉前后 我们都非常兴奋 我们将保存我们的夹克和帽子 作为美好的回忆 4月7日 他给Jane盛海 特斯拉亚洲 特斯拉和他儿子埃隆马斯克发推文 感谢您分享 我在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美好时光 印象深刻 梅野马斯克 1948年4月19日出生于加拿大 拥有加拿大 南非 美国三国公民身份 他当了50年的模特 登上过多个时尚刊物 还拥有两个营养学硕士学位 3月19日 他在推特预告 自己下个月将被南非自由州大学UFS授予营养学博士学位 此趟中国行 梅野为其71岁正年写的新书 《人生由我》做宣传 5次演讲 他将此书总结为12个字 一生冒险 美丽和成功的建议 梅野在新书中描述自己人生经历 多次推导重建人生 在三个国家9个城市生活过 15岁第一次登台 22岁结婚 31岁成为破产单身母亲 随后辗转在三个国家生活 培育出三名出色子女 60多岁重返模特舞台 书中 梅野也回忆大儿子埃龙马斯克出生经历 他说 埃龙出生时我23岁 这在1971年是女性分娩的平均年龄 我经历了三天假性分娩 白天一直在公缩 直到晚上才停止 到了真正分娩时 过程也异常艰难 因为埃龙的脑袋太大 而且他还是八磅八盎司 约3.8千克的胖小子 梅野也在书中写道 在埃龙马斯克小时候 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 不会忘记读过的每个字 我们叫他埃龙百科 1993年 埃龙马斯克在12岁那年 得到人生第一台电脑 他用代码写了一个计算机游戏 Blaster投稿给电脑杂志 获得500美金报酬 由于是单亲家庭 梅野一直做营养师 模特赚钱抚养孩子 经济并不富裕 在一次飞往多伦多时 航空公司将梅野的行李丢失 由于买不起新衣服 梅野只能一直跟埃龙借衣服穿 几个月时间里 他一直向被别人解释 为什么穿得这么奇怪 不好意思 我这么穿 是因为行李被弄丢了 在三年零三周内 梅野生育了三个孩子 他说孩子们上大学 自力更生 申请助学贷款 如今为他们成就感到骄傲 老大埃龙正在制造电动汽车 促进环境保护事业 同时 他也在开展火箭发射事业 老二金博尔开了一家农场食材 职工餐桌的餐厅 并且他还教授全国各地的孩子 学习建造水果园和蔬菜园 我最小的女儿托斯卡 经营着自己的娱乐公司 专门制作和导演畅销小说 改编而成的爱情电影 梅野个人网站显示 这本书已经被印刷为 26国语言版本 向全球发行 此书有不少宣传介绍 比如在失败中变得更强 独立女性的精彩人生 乘风破浪的妈妈 多家店铺销量已达10万家 在亚马逊上 该书售价该20.43美元 同时走秀与带孩子 一切和年龄无关 尽管学习过程令人沮丧 但对于我而言 这是一段很棒的经历 含极上网 梅野说 学习新技能永远不会太迟 当我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 粉丝们很快让我知道 他们喜欢什么 或是不喜欢什么 梅野感叹 网络可以帮助他 朝着人们感兴趣的方向前进 对他来说 社交媒体真是伟大的发明 一位设计师看到他网上的照片 邀请67岁的梅野 在纽约时装周走秀 也因为社交媒体 梅野和一家模特经纪公司签约 在69岁那年 成为史上年龄最大的封面女郎 此外 许多摄影师向他邀约拍摄 给了他更多拍摄机会 成为网红后何时退休 75岁的梅野 把他母亲作为学习榜样 他曾在推特告诉马斯克 你的祖母在96岁退休 因为他坐在轮椅上 无法展示他的艺术 然后 他如鸡四渴地读书 直到98岁去世 没有人能劝他退休 走红后的梅野 除了工作 还一直很享受当下的家庭生活 梅野在书中透露 目前他有11个孙子孙女 是他们让我不断学习 他们提出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让我无比欢乐 书中 梅野也提到 大儿子埃隆马斯克 有五个儿子 在搬到洛杉矶之后 他发现 每次聚餐都像灾难现场 孩子们都在同时说话 环境糟糕 梅野决定 每周我都需要和每一个孩子 单独待上30分钟 于是 每周五下午 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们家 陪孩子们游戏 读一本书 随后 梅野再将孩子们带到餐桌边 向他们展示 如何优雅用餐 礼貌说话 叮嘱孩子们 咀嚼的时候 请把嘴巴闭紧 嘴里塞满东西的时候 不要说话 另外 与其争相嚷嚷着 告诉埃隆 马斯克 今天做了什么 不如先向他问候 了解他过得怎么样 后来 孩子们也都做到了 尽管满头白发 梅野向大众展示着 自己的优雅与美丽 他说不怕衰老 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十年 都比上一个十年更好 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除了有三个很棒的孩子 可以说过得一塌糊涂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过得也挺糟 四十多岁 我仍在未生存忙碌 五十多岁的时候 我来到纽约重新起步 努力让我的事业走上正轨 并结交新朋友 直到六十多岁 因为工作和儿孙 我才逐渐安顿下来 现在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忙碌 梅野说 太喜欢自己现在这个年龄 从未预料生活 会变得这样美好 我知道 一切和年龄无关 本视频根据 梅野马斯克的社交网络发文 照片与视频 并综合金玉头条等 媒体报道制作 感谢您的观看 有何观感 请在评论区留言 敬请关注订阅与转发